接下来一起来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奇特的地方新闻 休士顿美术馆近日遭到入侵者入侵 这两名嫌犯随后在巴弗洛巴佑乘船逃逸消失 请看记者Nicode报道 休士顿博物馆遭到入侵者入侵 警方称他们在周二晚上7点30 接到了休士顿美术馆分馆通报入室到期的电话 该博物馆是有大量的欧洲装饰艺术 然而两名入侵者在警方前来后逃逸 从巴弗洛巴佑乘船划到下水道后消失 目前两名嫌犯仍暂在逃 修城警局局长克劳森说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在闭馆后闯入 或者就是本来在里面伺机而行 警察到达美术馆后找到了两名嫌疑人 分别是一男一女 但两名嫌犯成功逃出保安和警察的手中 跳入附近巴弗洛巴佑后乘上水上摩托车逃离现场 警方甚至出动了支撑飞机和PHPD潜水小组 协助搜查 他们找到了嫌犯的船 但二人从河口消失在下水道系统中 目前尚不清楚两名嫌疑人是否真的盗取了博物馆的任何东西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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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